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中师傅来到我们的演播现场 欢迎您师傅 一心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吉祥 师傅吉祥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也算是刚过完春节的这个热闹 对对对 正月间 那今年因为第一次节目嘛 那我想呢 师傅肯定是会带给我们一个新年的开场 是的 其实新年开始 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一个很特别的 对 其实是所有的特别里面 如果我们有一颗善美的笑容 其实已经是满足所有人的心灵 对 这是无敌啦 对 今天送给大家是一样的 在星云大师全集里面 金玉满堂第十六课里面讲微笑 那微笑 菜肝坛里面大师是这样说 微笑呢 使烦恼的人得到寄托 所以应该是新的一年里面 我们应该是抛开所有的烦恼 都是要常常微笑 对 那微笑呢 是腿疼的人得到鼓励 是 那微笑呢 使疲劳的人得到安示 是 微笑使悲伤的人得到安慰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 微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里面具足具备的 只要你口中开一下 牙齿露出来 你就是有一个动作出现了 其实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在听到我们的声音的时候 应该他们也不自觉的那个嘴角上扬了 是的 就是跟着我们一起做这个运动 运动 对 微笑运动 是 所以大师说 微笑是人生最好的名片 是 所以常常微笑是很重要 所以呢 微笑也是一个心灵喜乐的一个展现 那当你面带微笑影响大自然的时候呢 这个笑容跟亲人 好友啊 乃至陌生人打招呼的时候呢 其实是发现已经是充满的光明跟喜悦的 是 所以在世界上最好的表情是什么 就是微笑哦 对 所以他就是可以善意的一个适者啊 然后呢 除了你有微笑之外 然后呢 展现出你亲切的装熟 他就可以得到充满幸福美好的感觉 对 你说到这儿 我就想起我们小时候啊 我们流行一句话叫做 伸手不打笑脸人 所以当我们要挨打的时候 就要被惩罚的时候 马上就笑 笑一笑 这个确实是哦 当你一笑的时候 人家说 哎呀 你这个人真讨厌 他就放下的手都会比较轻 所以都笑一笑 是 所以你看到别人 可能他要生气了 你就笑一下 也许他的生气就已经消失了 对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弥勒菩萨嘛 对 都是笑口的 对 那一般丛林寺院里面 大门口都会供奉的弥勒菩萨 是 迎接所有的人 那弥勒菩萨呢 那弥勒菩萨呢 是可以说在佛门里面最佳的知客啊 因为他是非常有笑容的迎接每一个人 让每一个人都是欢欢喜喜的入到这个寺院里面 对 那因为我们寺院小 所以我们是供奉在哪里呢 在五宽堂里面 是 所以疫情过来 大家可以来礼拜弥勒菩萨 那弥勒菩萨有一个很有名的一句话 大度能容 容却人间多少事 笑口常开 笑尽天下 顾尽醋 是 这个是弥勒菩萨带给我们的 就是要有这种心胸包容的心 然后呢 要有一个欢喜的心 对 你看到人就可以什么 人间人爱的一个菩萨 对 所以呢 佛陀在灵灸山说法的时候呢 这个是非常特别有名的一则 佛陀跟大家说之间的一个故事 是 佛陀在那边说法的时候呢 有一次就是因为天上的天人都会献花嘛 对 那有一次呢 翻天王献了金色的菠萝花 对 然后呢 佛陀拿起这个花呢 嗯 就笑起来 然后看着大众 对 那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佛陀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微笑 对 那唯有大家说呢 就是心灵神会了 知道佛陀是什么意思 点头微笑 对 那佛陀就说到 现在中国才有禅宗的传法 佛陀从这里开始 嗯 以心应心来传这个法 所以大家是尊着一目的微笑 金色跟佛陀什么 彼此之间心灵相应了 对 这个也是从一个微笑开始 佛陀的这个禅法 对 所以笑容 你可能会觉得说 哦 为什么要笑 其实是在笑中都有非常含义的 对 传记得很多的信息 是的 所以这个里面大师提到一个出卖笑容的孩子 这个故事 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看到说 你笑容可以卖给别人吗 那这个故事是怎么告诉人家说 哦 真正的笑容是什么 对 应该是 这像这个故事中间的那个小孩子啊 提姆塔勒的话 他在父母的照顾之下 他有非常迷人 嗯 开朗的笑容 灿烂的笑容 是 但是呢 当他父亲母亲相继的过世以后 他就被穷困所击倒 在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怪老头 就说 嗯 我让你永远赢赛马 赢钱 但是呢 你把你的笑容卖给我 因为我喜欢 他说 嗯 我笑容反正不值钱啊 所以说我就 卖给你就卖给你啊 我能拿到钱 拿到金币 我可以去买面包啊 买牛奶喝 多好啊 嗯 好 一次一次的赢赛马 一次一次的得到金币 得到财富 是 但是 他的笑容就僵了 他卖给这个怪老头了 直到最后面 他很富有了 才发现 我怎么那么不快乐 是 我怎么那么痛苦 我怎么了 我有什么问题 他自己 扪心自问的时候 他发现 哦 我没有笑容 我没有发自内心的 真心的一种笑 有那种笑 是因为我内在 真的是在享受 在平静中 在一种幸福中 才有那种笑容和享受 所以小弟母呢 长得大弟母了 然后他就要去讨回 他的笑容 跟那个怪老头 经历很多的曲折 然后最终呢 还是赢回了 所以呢 实际上在我们现实生活中间 我在想 有时候我们为钱 奋斗 事业 我们失去了很多 是 可是最终我们得到钱的时候 发现 我失去的东西 我钱买不回来 买过来 这个时候再要买 不见得你会有 提母的那么幸运 能够再赎回来 是 所以大师告诉我们 面上无称师供养 是 其实这个 我常常在佛堂里面看到 有一个一共师姐 他真的是 别人对他 不是很开心的时候 他也是笑笑的 非常有礼貌的回答 我就看到他 真的是面上无称师供养 其实是 人缘之间 如果是没有这些的话 你已经是在修供养 对呀 就叫微笑 是的 你就是已经是在修这种 供养的法门 对 所以每一个人 就是要诚信的展现 这个微笑 是 那对别人最好的礼物 就是让他安心 因为别人看了之后呢 就是会安心 对 不会有那种害怕的感觉 对 没有恐惧 恐惧感的 是的 那当然我们要微笑啊 要发自内心 也是必须是什么 你心里里面 已经是要什么 满足感 已经是具足这一些 就是一个慈悲 对 这个慈悲 对 一个善良 是 所以大师说 微笑是一个 人生最好的名片嘛 对 微笑也是广结善缘 对 广结善缘 对 所以呢 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哦 是的 跟我们一起做微笑运动 是 就像米拉菩萨一样 笑笑 然后呢 它可以包容一切的 对 包容一切 一切不好的 然后呢 影响这种美好的 对 所以希望大家 新的念的开始 我们每一个人 自己要种下一个 好的姻缘哦 是 那好的姻缘 都是必须要从 自我开始去做的 是 然后呢 微笑也是一样 如果自己没有去做的话 别人是不会给我们的 对 所以都散发 人间的善美 这个是很重要的 是 所以今天录这个节目 我是特别的感受到 微笑的那种欢喜 是 哎呀 太感谢如中师傅 谢谢一信 但愿我 但愿呢 我们2021年是一个 美好的 丰满的一个新年 是的 那希望新的一年里面 大家都就像大师 给我们的花开 是去耕耘新田 是 让自己非常丰富 那在新的一年里面 尤其是现在疫情期间 希望大家再提升 再提升 所以是三月份开始 有北美人间学院 如果还没有报名的 请尽管报名 那也有丰富的师资 来授课 佛学课程 希望大家要多多提升 我们内在的 那智慧呢 它就是自然会开发 太丰富了 相信大家会有一个 风营的2021年 是 那接下来我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三月七号 是光明灯上灯法会 那已经点灯的 所有的护法信徒 当天是我们开始点灯的 为所有的护法信徒 诵经法会 OK 上灯法会 希望大家也是一样 线上一起参与之 师傅 那如果说我想在佛堂那里 点一盏新灯 点一年的新灯 那该怎么办呢 您可以直接在 我们的华盐士的网站 都有光明灯 资料就在网站上 填写 网站上面有到场的email 那直接寄过来这样 email过来 是的 这个还是蛮美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可以在一个新的一年里面 让自己光明的一年的话 就是点一盏光明灯 对 那这个灯是供养这个寺院 里面所有的灯 就是我们所开的 佛前的灯啊 大殿里面的所有的灯 都是这个光明灯的功的所累积 然后就去使用 是 就是让自己的新灯常亮 是的 好 那今天的这一节就非常圆满了 非常感谢如中师傅 谢谢 但是后面我还要送给大家 一首人间意愿 好 这个名字叫微笑的力量 好像是首英文歌 是的 OK 好 仔细听 微笑的力量 好 各位听众朋友 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 5147212882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见 The color of spark is alluring and bright Smaller dawns and sweet dawns are social light Let a flower of smile grow Aband only in the garden of light Let the music of smile warm up the hearts of man Let a flower of smile grow Aband only in the garden of light Let the music of smile warm up the hearts of man We're a smile The power of smile is evergreen The color of smile is alluring and bright We're a smile Let a flower of smile grow Aband only in the garden of light Let the music of smile warm up the hearts of man We're a smile Let a flower of smile Let a flower of smile grow Aband only in the garden of light Let a flower of smil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